欢迎收睇见两点,我是生亮 程教署24号下午在赤柱程教学院 举行学员结业会操 行政长官利加超主持检阅仪式 回操后,两名结业学员接受传媒访问 一位是现年48岁的冯志恒 而另一位是巴基斯坦瑞港人简沙熙 他们都分享了加入程教署的历程 大家好,我叫冯志恒,今年48岁 我以前是一个建筑工人泥水工的 做了大概四五年左右 在2019年那段时间 我看到社会出现很多黑暴的事件 我看到很多年轻人因为被人误导 而触犯了法例,需要扶上刑责 我觉得自己真的很心痛 在有一段时间,我一次聚会 我遇到一个朋友 他本身是程教署职员 他介绍程教署工作给我认识 之后我再深入了解之后 发觉程教署工作 原来我这个年纪 以及我拥有这个社会经验的人 亦都能够升任的 在当下那时,我决定投销程教署 希望能够为社会恐怖 亦都希望可以透过我加入程教署之后 能够替年轻人去更新 我太太也是一名公务员 她听到我说想加入程教署 为社会服务,她也表现得很罪悦 我自己也很感谢我太太 这么支持我 我已经48岁了 体能方面也会有障碍 我自己决定了投校程教署之后 其实我用了一年半的时间 去和自己去做一个锻炼 最后去到考核体能方面 我也都成功通过了 至于你说去到受训练的时间 其实学堂对我们的要求也都很严谨 其实我们都不断去练习 最后也都能够通过学堂的测试 大家好,我叫简沙熙 我今年24岁 我是个巴基斯坦人 我毕业在香港都会大学社会学位 而我可以运用四种语言 包括中英、乌渡语和人渡语 我参加了一个叫Project Knowwork的计划 那个计划就是为了帮非华裔的民事 提升他们的语言能力 还有如果他们有心想加入拯救署的话 就会提供一些专业的计刑 还有帮助他们 我用自己举个例子 我都参加过体能训练班 他们先叫我介绍了体能项目 然后叫我试试 试完之后他们给了个计刑 让我们将来考试那天就可以顺利地考试 成交代表着更新 所以我对这份工作开始觉得有兴趣 然后我就多点回了Project Knowwork的计划 对我来说最主要的困难都是语言上的问题 但是其实都是一种优势来的 因为除了中文之外 我可以运用四种语言 包括中英乌都语和人道语 我试过一个在照人士 他不懂得如何解释他的需要 还有很难令到同事明白他的需要 他跟我说 我就担当了一个沟通桥梁的角色 帮他分享一下